詞曲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的主題是 從此有故跡和學通識 當我準備了今天內容時 內心便會很掙扎 就是有个两难在里面 怎样两难呢? 因为我不知道在座的听众 他们的背景 或者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其实可以有几种 第一,可能你是老师 从事教育工作的 可能你期望听完这个讲座 可以拿到一些以教学的理念方法 回去带给你的学生 有可能你是一个古迹的爱好者 很关心这个香港历史 你是期望听到很多关于香港的历史 古迹的资讯 也有可能你是一个学生 你来到只不过是想听一些认识的方法 如何读好 考好这个通识科 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当我扣试今天讲题的时候 就没办法了 只能够取其中庸之道 所以一会儿大家看下去 就会看到各样都有些 希望能够满足到 不同背景 不同期望的朋友 来到这里 也有所畏而来 也有所得而去 首先是一个开场法 所以如果一会儿 你听到有些东西 好像不太合我听 请量 因为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 跟大家背景各异 先交代这件事 今天正如刚才所说 会既介绍一些香港的古迹 也会说出一些通识的现象和议题 从中也会带出一些叫做教 或者学的方法 事不宜迟 那就开始 如果你问我通识教育是什么 我自己就会说 其实三样东西 第一 就是留心我们身边社会发生的事 一些社会事件 社会现象 已经有留心 然后去思考 已经是通识了 比如大家来到这个书展 看到这么虚陷 这么多人 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 究竟香港的阅读风气 是不是真的很好 这么多人来书展 那你已经留意一个社会现象 如果你有看报纸的话 就会又留意到 昨天报纸报道 书展里面比较多人 不要说最多人的摊位是什么 原来就是那些参考试 补充教材 如果你真的留意到这个现象 那又可以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 背后代表了什么文化 什么现象 如果我们经常有留意 这些现象 一些事件 然后去思考 其实已经是通识了 这个就是第一步 好了 当我们留意了之后 第二步会是什么呢 留意了这些事事和知识 举例 以这个古迹为例 那譬如 大家会看到 这个河东花园 那当然已经拆了 非常之可惜 那有些又保留到 譬如这个政府的总部 之前究竟应不应该拆这个西座 很多的讨论 那又会 最后经过大家的努力争取 咦 咦 又能保留到 好了 那也有成功的个案 另一个 这个中区的警署 但是 也都有 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 现在 说得非常热烈的 沙中线发现宋代的遗迹 古镇究竟保不保留到 那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之中 看看报纸 留意一下新闻 或者甚至自己走过街边 看到 咦 这个建筑很古老 很旧 保养得好不好 我们会留意的 那这些 就是我们在一个 时事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观察 掌握了这些资讯 了解 咦 原来有这些事件 好了 了解了这些事件之后 通识的第二步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思考 尝试去找出一些证据 找出一些理论 一些理念 去做一个配合 来分析 而思考的其中一步就是什么呢 在云云的事件之中 相类近的 我们将它归纳在一起 找出它的议题 就是有真论的地方 有真意的地方 以这个为例 就是 保育 和工程 就是我们社会的发展 是否可以并重呢 是否可以相赢呢 究竟 能否做到这件事呢 就是找出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 是否适用于 刚才我们说的 几个古迹 亦都适用于 其他 我们遇到的一些 旧建筑 古迹 古迹 历史文化遗产 究两者之间 我们怎样去取舍呢 这个就是议题了 好了 知道这个议题之后 这个通识的学习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找出一些 相关的学术的理论 相关的 概念 在里面 我跟学生说的 概念 对学生来说比较深 所以我就会说 比如用专有名词 以这个古迹 保育为例 我们经常在这个 报章 雜誌 或者街谈 行义 都会听到 集体回忆 本土文化 有什么历史意义 那个古迹本身 有没有什么历史的价值 有没有什么建筑的特色 这些 就是我们自己思考的一些工具 从学习的角度 就是希望同学 可以掌握到 这些理论概念 每一个词语 背后都有理论在背后的 比如何谓集体回忆 怎样定义 可以说一大堆的东西 建筑价值 每一个建筑物 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有什么价值 如此类推 我们期望同学 是会掌握到这些 这样的知识的 我们教 或者我们平时看书 也都可以留意这些东西 好了 反过来 这些正面 就是支持保育 好了 但是 我们通识 或者我们思考一个议题的时候 它之所以成为议题 是因为它有真意性 可以从正反 不同的角度去看 大家会看到 原来从这个 不支持保育的角度 会觉得 不是 经济发展重要一点 基础设施重要 你沙中线如果改到 很昂贵的成本 延迟了工程 影响这个社会的效益 一天是损失很多钱的 每延迟 是吧 在城市发展的需要 是真的要尽快建好这个沙中线的 那我们就会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层面 去了解 或者去介绍 这些 概念 这些这样的知识 那这个就下一步了 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议题 然后就找出它 值得讨论研究的地方 就是追寻这个 知识 举例 用刚才的书展做例 你发觉 究竟香港人 是不是真的很热爱阅读呢 于是你发现了这件事 那你就要追寻了 那你就看看 不同的资料 不同的数据去研究了 举例 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于是有一次 我刚刚看了这个《亚洲洲韩》 那我就揭开了 大家有留意 最后的一页 就是写着 通常是 不同地区的那些 十大畅销书 那一节我一看 就看到香港的 十大畅销书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 某某的什么 名利 风水 那些大全 什么 什么连运程 那些 然后再看看其他地区 华语的地区 新加坡 台湾那些 就是比较 学术一些 文化一些的书籍 挺有趣的 于是你又观察到 一路累積 了解这些事实 就自己去建构 你自己的观点 好了 然后再上去 通识之所以成为通识议题 其中一个关键 就是背后 是有一个价值冲突 是有一个真意点 你了解了这个议题 知道正反双方 有什么理论 有什么观点 接着就找出 他背后的价值观 通常通识议题之所以成为通识 背后应该涉及一些重大的价值观的争议 以这里为例 应该拆 还是应该保留 其实是涉及经济 和文化 发展 和保育之间的价值观 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利益 你有什么思考的角度 于是你就代入 于是你就可能有这样的立场 所以我们理解这个价值冲突是重要的 大家就会看到这里 学习通识 学些什么呢 就是这四部曲了 了解关注我们身边的事 从中发掘一些议题 然后尽心地找出涉及的理论 知识 概念 然后找出一个价值冲突 当然下一步就判断了 那你觉得是谁更适合 好了 了解完之后 接着进入去 学通识 就回到游古迹了 就由这个古迹的游历开始 那我就选了 大家记得这个什么地方 美利流位于赤柱的 由他的身世来说起 那大家就会看到 这里 以往我们香港 过去几十年 我们香港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当遇到古迹保育的时候 是重建 拆射 还是原子保留 是经济发展遗众 还是文化发展遗众 那我们从美利流的身世 就会看到 是经济发展遗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 那我按一下 首先认一下 这个就是近期的香港地图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右面五六十年代的旧地图 那我先认一下这位置 立法会大楼 大家看到了 好 回丰银行大厦 好 再下来 以这里 英文遮了一点 美利流 美利兵房 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会看到 但是今天 去了哪里 变了什么 我想大家 熟悉这个香港 或者老香港 就会知道 变了这个 中银大厦 美利流 刚才我们看到的照片 在赤柱 但是 其实它本来应该在哪里 是在这个 中环这里 美利兵房 应该比论 隔离的金钟兵房 是整个一系列的兵房 还有军事设施 比如茶具博物馆 以前是这个三军司令的官邸 一系列的军事设施 但是现在 咦 美利流 没有了 搬去赤柱 所以 我们就看到它的身世 最初 本来 应该是在这个 中环 是这个 当时英军的办公大楼 后来 英国的军部 就将它交给港府 先后就做过 差响物业股价署的总部 运输署 诸如此类 变成了政府办公的设施 去到1982年的时候 就将这个美利流拆卸 就 拍卖土地 一中银就投得 然后就建成了 今天的中银大厦 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的价值观的争议 你看看那块地皮 在中华 你想想价值多高 多珍贵 大家会想到 建成中银大厦 对香港来说 多辉煌 多有贡献 究竟值不值得 将美利流拆卸 这就是我们的通识 争议的地方 那个议题所在 于是乎 大家如果有记忆 当初拆卸的时候 政府是怎样的 知不知道将美利流 就是将它一件件 好像砌绩木 一块穿石 那么就这个 分开 然后标了这个数字 就将它收起了 就放在这个大潭水塘的 仓库里面 于是乎就想着 当时港府 因为都有压力 当时来说 都有这个保育分子 原来在这个七八十年代 当时的人是反对拆的 政府就说答应 不用担心 我会 翌日 帮你 重建 起回的 最初在哪里起呢 回到地图 最初其实是挺好的位置 就是今天香港公园 就是以前这个 郁多利兵房 就是金钟兵房 那个位置 如果在那个位置起 大家会觉得好很多 起码 风马牛相及 它应该在中环 是不是在中环 据说初题是做博物馆 或者这个军事语言学校 因为当时那些 英军还在用某一些设施 所以本来是好很多的 不过 大家留意 后来政府是赖帐 省钱 他们会觉得要几千亿 那时候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所以赖帐 所以美利流 试过有几年 是生死未卜 是不知道怎样的 就放在大潭水塘的仓库那里 一直这样拗 那拗到什么时候呢 拗到后来 防委会说要在赤柱 发展这个公营房屋了 于是乎 顺便 政府就放过去 于是乎 大家就会看到 顺便放过去 而它起的时候 你要留意 它是 已经不再是 就是原本的砖石结构 不是有构石 这样砌上来 用石来成重 而是已经变成了什么呢 你看到吗 钢筋 水泥 起了一个内框 即是现在只有外表 有其外 而没有其内 那个神水 已经是不同了 不是那一回事了 不过就砌了 结果有了 这样的东西 但也转换了这个地方 所以砌完之后 本来美利楼是一个一级的历史建筑 砌完之后已经没有一级了 所以现在它不是一个古迹的东西 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那是不是一个悲哀 值不值得 那就是值得思考 视乎你刚才说的 那个价值观和理念是怎样 好了 那怎样砌得回呢 这里可能是蒙 所以看不到 不要紧了 告诉大家 每构石是有编号的 三千多件 那您如果您记得 刚刚重建好 修了一些厨市商场 那您那时候去美利楼参观 或者去吃东西 那些号码会很明显的 舵石的舵都写过了 后来风吹日晒 雨淋 掉下了 到现在 已经不多了 那就是不多地方 找到那些当年的字的编号 就是这样 逐个逐个砌出来 这里就会看到 以前的香港的古迹 就是这样被处理 那恨不恨运呢 其实已经算是很幸运 有很多很漂亮的古迹 譬如这个以前的中环邮政总局 又或者这个香港会 你看回以前那些照片 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但是已经烟烧云散 没有了 美利流虽然要被人搬了 还要重新砌过 还要有违他原本那些设计 但是已经叫做不恨中之大恨了 好了 于是乎拆开上了引 政府在处理其他的古迹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方法 我举多一个例子 认不认到这里是什么地方 大家留意 这里赤立国新村 后面有这一间很小的天后古苗 在后面 赤立国 如果大家这里年纪轻的 应该就不知道 以前赤立国是什么 真的是一个尼岛 东冲在对面 这个赤立国尼岛 大家会看到 但是现在赤立国变成了什么 大家会看到变成了新机场 就把岛填到没有了 但是岛上有一个珍贵的古迹 就是当时赤立国那些打石工人 做的一间古苗 没有了 变成了机场 不就很可惜 于是乎政府就如何 首先这些村民要安置了 于是乎帮他们 安置他们重建了这个新村 这个岛上的天后庙就是拆件 然后重新砌 所以这种拆了再重砌的古迹 那个保育方式 就不只是美利流特有的 其他那些古迹 大家会看到 都有这样的情况 不止 还有另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会看到 就是这个中环的卜工码头 第一代 只有一个码头 1900 后来第二代就弄了个顶 一晒雨淋 不过就那些叫做 茅寮的形式 踏上去 后来遇到台风 全部弄了 政府免得弄 没有钱弄 在立法会议员多番促请之下 才弄了 现在 大家看到 很漂亮 那个 钢造的顶 当时来说 是很新穎的 很漂亮 也是皇后码头之前 所有香港的港督 还有很多名人 来香港的时候 在这里上岸 就是这个 卜工码头 就是第一代 最重要的 中环的码头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一幅照片 就是1922年 当时的爱德华王子 来到香港 访问的时候 所拍的 后来为了纪念他 大家应该知道 有哪一条路 是用爱德华 来命名 就是太子道 就是他 后来真的做了皇帝 不过大家留意 如果你有看皇上无话仪 或者你有熟悉这个历史 就知道 后来他是 不爱江山 爱美人 和一个 美国离婚的妇人 结婚 于是放弃皇位 于是把皇位 让给他弟弟 乔治六世 即是英女皇的爸爸 后来就封了温沙公爵 所以大家应该听到 很熟悉的了 有太子道 有温沙的那些 就和他有关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一个码头 不过刚才我们说了 这些古迹最怕是什么呢 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 基础建设 后来是填海 所以就要拆了 大家估计他的命运是什么呢 他的命运 就是和刚才美利流 又或者和东涌的天后古庙一样 就是不能够原地保留 不过放心 拆了你 拆开你一件件 搬走你 所以他的身世 都非常可怜的 最初拆的时候 是搬去打鼓岭那头的 后来发觉 不是很理想 有一个更好的地方 就搬来这里了 应免得这里是哪里 这里背景是中环 这里的背景留意 是屋邨来的 如果你住在黄大仙乐库 应该就会 经常去这个公园 就是香港 也挺有名的 摩士公园 就把它砌了下去 顶部 变成一个圆形的露天剧场 挺有趣的 砌了上去 其实就刚刚遇着刚刚 因为当时政府也建过公园 当时 讲讲摩士 摩士是汇丰银行大班 都挺热爱运动的 而且在二战之后 帮汇丰在香港重新建立这个业务 当时他已经退休回英国了 刚刚六七年就死了 于是政府又有一个公园 用他来明明 纪念他 他做过足总的主席 如果我没有记错 于是乎现在里面有一个设施 顺便 留意 你会发觉香港政府 保育的故事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顺便 顺便将他 摆在摩士公园 顺一顺就摆了 几十年了 最近 大家知道 最近已经近这几年了 那便搬到哪儿了 知道吗 再搬 那便 搬到这个地方 知道到哪儿吗 就是这个赤柱 搬到美利楼的旁边 那便叫做什么呢 赤柱卜公码头 就是你看见这几个字 你也有些觉得火滚 作为一个热爱历史文物的人 本来在中环 搬到赤柱 还要改名赤柱卜公码头 于是乎就与美利楼 互相辉營 就是大家都被人 搞得无瓜可归 四处流浪 最后就在这里 集中营 就留在这里 就搬到这里 那你会看到 以前 就是香港的历史文物保育 那个方法和意识 是怎样 就是遗留了 这些这样的问题 下来 好了 就在这个位置了 大家非常合适的 接着 还未够 赤柱天后庙 卜公码头 和美利楼 都叫做完整 虽然被人拆了 你砌出来 但有些更可怜 就是怎样呢 拆了 剩下一佛 就是类似澳门的大三巴 但他们不是特意弄成这样 而是火灼 而是宵正正面的墙 但香港 就不同了 有些文物的保育分子 就会叫这些 外场主义 只是保留外场 我就叫做斩剑式 五马分尸式的保育 例如什么呢 高阶鬼屋 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了 西环的高阶鬼屋 当时我在大学读书 经过 真的挺陰森的 首先谈谈高阶的奥苗 或者斜野 大家看到 两边是东边阶 西边阶 北面对着九龙 港岛区 从顶上 中上环 一路走下来 第一阶 第二阶 第三阶 高阶应该就是第几阶 第四阶 第四四声 不好听 加上它一直是 依山而建 最高 就叫做高阶 所以原来街名 是不是已经隐含了 它的遭遇和身世呢 大家看到 高阶鬼屋 麻石建成 都挺陰森的 为什么 其实都挺漂亮的建筑 会让人感觉这么陰森呢 原来是这样的 最初是国家医院 在西区 这边不是有医院的吗 有东华医院 其实旁边还有很多医院 原来有一间国家医院 国家医院 就在乔治五世公园 隔离那里 小小 那里的外籍护士 最初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附近除了医院之外 有中式 西式的医院 还有什么呢 精神病院 不过不知为什么 太多人精神病了 那一陈 于是乎 不够地方 人满为患 于是乎就将这个 高阶 这个外籍护士的宿舍 就改了为这个精神病院 就只是收容 女性的精神病患者 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你再看下去 这个你会看到 很多古迹 骂鬼 就是这样 就是跟日本侵华的历史有关 据说 这个当时就是宪兵部 高阶鬼屋 就是这样而来 是行刑的场地 据说是杀了很多人 而他退过少少 这个英皇佐治五世公园 据说就是乱状纲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是零射阴森的 别人这样说 然后正因为他这段历史 所以接着下去 继续做这个精神病院 后来青山 就是我们经常听 入青山 启用 他就只是门诊 就不再留院了 病人 然后71年 就开始停止服务 于是就控制 接着又发生了 若干次的火灾 所以据说 就经常有那些 午夜的那些 淒丽的叫声 说得非常之恐怖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后来 真的挺漂亮的 这个高阶鬼屋 政府在各方的压力之下 就将它列入一级古迹 但是你留意 当它列入一级古迹的时候 已经埋下了伏笔 就是什么呢 它不是整幢大厦 列入一级古迹 而是什么呢 右边的长廊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一边 说它最漂亮 最有保育价值 就只是列这一边 已经隐含了 它跟着的命运了 所以跟着是要怎样 刷 而只保留这一面的外墙的部分 好 先看照片 就是这样了 所以 里面 外面看 哇 挺漂亮的 但其实 只有外墙 用一个钢架 在后面撑住 而后面就是什么呢 就是多层的大厦 刚才会看到了 这个西环的社区服务中心 大家看到 两样东西 后面 多层大厦 前面 就是高阶鬼屋 大家留意了 留意了 虽然它 拆了 只剩下外墙 但是 据说 仍然很慢 哇 有新闻为证 04年的时候 大家自己找回这份报纸的 当时张学友们 刘德华地 拍《江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在那里 晚上来到拍 自己看 哇 据说 开夜班的时候 就遇到一些 俗称邪野 你信不信 有女生大叫救命 导演冲上去了解 什么都见不到 接着有个阿伯出现 他说 每晚都是这样 说完这句话 转转头 不见了阿伯 哇 说到似曾曾 究竟是他们宣传 制造出来 还是说真的 这么厉害 那就 不得而知了 但是 大家就会看到 哇 由于他 这样的特殊的身世 令到他成为一个 很独特的古迹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九十年代有一套港产片 叫大迷信 你喜欢的可以买碟 好像YouTube 好像也有的 不过我不应该鼓励大家 这样看的 不过我告诉大家 YouTube有大迷信 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进去 看看 探险有兴趣 就看一下 都挺有趣的 好了 最后他的命运 就是只剩下一个外场 即是局部地保育 而不能整全地保育 是悲劇 但是还没够 记得我现在说的是什么 是五马分尸 怎样分尸呢 美利流的烟通 知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如果你有留意的 里面有说明的 要看真一点 就是来自这个高阶鬼屋 因为原来 他那三千多件事 我说过 放了很多年 这个大潭水塘仓库 好说没听的 它不仅是放在美利流的 是同时放很多东西的 结果当后来要知道 过了十几年 于是 砌的时候 发觉很多就不见了 下面那些不见了一块石 容易补得回 但是八个烟通不见了 怎么补呢 刚刚得这么巧 高阶鬼屋 就是西环的精神病院 那个时候就刷 那样就移花节目 正啊 就拿来 放了上去 所以 当你翌日去参观美利流的时候 抬头一望 就参观了高阶鬼屋 另转身 参观了布公码头 哇 真的有些时空错乱的感觉 都挺有趣的 而更有趣的地方 香港历史上有几间 著名的古迹鬼屋 比如金钟兵房 高阶鬼屋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数四大古迹鬼屋 美利流 是很厉害 很慢的 先后两次大规模闹鬼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些字了 我连了 应该都看不到 因为屏幕比较小 这次就是当时 他是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他是做的 差响物业股价注 这就是第二次闹鬼 当时来说 大家看到 在鑽石山 有个法师 这个法师 这位 尼姑 带着弟子 就一起去 又不是捉鬼 去超渡而已 大家留意 这里我读给大家听 两次目睹鬼影 哇 影真厉害 那鑫是什么鬼呢 形状跟本报 星期三的报道相同 就是头展红毛装 那些灰头散发的那些 中等身材的男子 不知道是否真的那么清楚 我不知道 就是他这样报道 我就这样看 那这里 一到晚上十时 法师已经说 哇 有鬼影 已经看到 鬼影 然后 鬼影 就是未正式见鬼 于是大家去到 时间三十分钟 即大约到十点半的时候 终于看到鬼影 就在二楼 二楼 那个地方 他就说 由于太多人太吵 所以那只鬼出现了一会儿 就闪走了 接着第二次再出现 就去到十一点多 哇 今次厉害了 看到三楼 第三个窗 有南光闪闪 还要闪了三分钟 不知道真还是假 可能反光而已 附近有些大厦 有些船经过 即是他报道就是这样 溃形溃升 还有不止有鬼影 还要有马蹄声 接着就说到 懒例确作 这里是马蜜 马蜜兵房 即是美利流 以前有日军驻守 也有军马 所以有马蹄声 据说 就夸张过高阶鬼屋 这里据说是杀了4000人 这个也挺有趣的 这一段 好了 这个法师见鬼 究竟里面那些鬼是怎样的呢 有什么灵异事件呢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另外这一段 这段就讲得很清楚了 室内经常有离奇事件 留意 是里面工作的公务员 鬼佬说 信不信 我现在用批判的角度看一看 第一 他说什么呢 他里面因为猜想物业股 里面有很多建筑蓝图 他说建筑蓝图要整天放出来 做事 他说那些蓝图如何呢 经常拿出来之后 被人弄髒 或者会被人弄潮 其实可能那些经过的人不注意而已 不要这样相信 好了 第二 第二个了 在室内工作的人员留意 手中拿着毛巾会突然被人抢去 这么厉害 是他手震 还是有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 柏金信 这个不知道 另外还有什么呢 室内的灯光 滑明滑暗的那些灯弹不好而已 那时候电力有问题 那这些鬼怪现象 你信不信 就除了你了 那报纸当时报道 让大家看 但是 不管你信不信 鬼佬上司都信 结果就通知华文政务司 就搞得很大了 佛教联合会 当时副会长王允田 不知道有没有 同工住在沙田 或者王允田中学 或者王允田读书 于是乎就召集了 葛光法师等等 一起去超渡的 其实不止佛教的 还加上这个 神父的 因为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鬼的 明白了 可能是鬼佬 日军祭的那些 可能是英国士兵 可能是华人 两样做齐 所以你看到 美利流 如果你要我数四大鬼屋 它都有份的 现在供野一路 跟高阶的烟通结合 会不会产生 非常强劲的效应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晚上 就没去过美利流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去探险了 特别刚才提到那些 三楼第几只枪 二楼哪里 自己去看一看 所以就会看到 香港以前的 保育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随便 不认真 总之续续炒了一碟 贪方便 放到这里 就放了 我称为大集会 说得好听一点 就共野一路了 所以你去到赤柱美利流 很划算的 同时参观到三个古迹 那只不只三个 知道吗 不只的 好 继续看上海街 同窗大压 这一间 讲小街 大家就知道在哪 就是两毫方 刚刚它是那些 旧式的旧楼 那些大骑楼 横跨了两条街 所以它刚刚在 几条街的中间交界 拆了 怎么保育呢 你猜留下什么呢 只是留下柱 就放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见到 同窗大压 只是留下柱 在这里 这个就是香港的保育方式 所以美利流很好运的 整个完整地保持 真是很棒的 你看同窗大压 更惨 是不是 高街鬼屋 都没那么惨 它有个外场 好了 所以有四个古迹 还有没有 还有 这只旗杆 有没有留意 第二天你参观美利流的时候 记得走进去 还有这只旗杆 知道在哪里 就是 天马南海军基地 那里来的 天马南最初 真的是一只运兵舰 于是后来 长期停撻在香港 就是今天金钟 以前叫做天马南基地的地方 海军是在办公的 所以久而久之 海军总部 就在天马南那里做的 后来 日军 攻打香港的时候 为了阻塞港口 英军就炸沉了 免得 一方面阻塞港口 另一方面 不要被敌人抢了 于是乎就炸沉了 所以天马南就没了 如果你要找回天马南 又是那个 斩检 再加上五马分寺 那扰了上来 那些木材有点完整点 就做了中环圣约汉教堂的大门 据说其中一边 就是用天马南那些残木来做的 但是哪一边已经分不了了 因为经过历次的装修 游过了游 据说以前还看得到的 好像不知 浅色一点 现在已经分不了了 一模一样了 另外还有 南那个导 知不知道放在哪里 就在海防博物馆那里 五马分寺 然后后来变成天马南海军基地 后来要搬 所以就保留你的旗杆 保留你的一分 然后就继续在那里 哇 精彩了 所以你去赤柱美利楼 你可以同一时间转一转 就看到五个古迹 然后 够了没有? 还没够 哇 真是想不到这么丰富 好了 还有第六 这个叫做汇丰长廊 因为汇丰捐钱做公益命名 这六条柱 即是古希腊式的埃奥尼亚柱 就跟汇丰没关 亦都是一些当时西式的建筑 拆下来 留下来的 而这六条柱更惨 怎么惨呢 刚才那五样东西 我们都追寻到一个身世 这六条是怎样呢 就是放在大潭的总部那里 最后发觉 咦? 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想昏返 因为太乱了 究竟哪个古迹 哪个建筑物 就没有了 所以你去看他的介绍 或者你上网看那些小冊子 就是 追寻 官方都追寻不到他的身世 究竟是什么建筑 不过 顺便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所以又有参观 所以你看到 哇! 一江美利流 现在我们就发现到六个古迹 就是大杂汇式 这样炒一叠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 香港的古迹文物 保育的方法 简单来说 刚才说 是概念化 变成概念 第一 四海为家式 半钱 将你调来调去 不是原地保育的 第二 斩件式 再严重一点的 五马分尸式 将你分为几件 每件放在不同地方 或者只是保留你的一分 好像同窗大压 这个当铺 只是保留条柱 这样 然后还要大集会 将你几样东西 扔在一起 这个就看到 刚才所说 以前的文物保育 真是不重视的 是经济挂税 发展至上 那些保育 都会做一点点 尽量在不影响发展 尽量省钱 尽量方便的前提之下 就做一点点 这个就是 以往的发展 大家知道 到今时今日 再是这样 不行了 所以你看到 现在 香港社会 就像个钟摆一样 就摆了向另一边 所以据说 在书展很多香港的古迹 或者本土文化的书 就出现 看到香港人开始要沉根 要找回自己本土的情怀 所以现在要拆古迹 就不容易了 这样 好了 所以当我们了解完这些背景 然后就要去讨论 大任这个同学 第一部分 了解完这些古迹 了解完这些 这样的议题事件 了解完背景 然后就开始要思考 刚才我所说的 思考第一步就是什么呢 要概念化 变成一些理论 变成一些 专用的名词 知识 什么叫概念化呢 我看那些书籍有不同的译法 有些书不是译造概念化的 它译造抽象化的 即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 来到表述 举例 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例如他喜欢吃家乡鸡 喜欢吃薯条 喜欢吃鱼柳包 就是将这些云云的 个别的事实 将它变成概念 来到综合 那就是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 可以是热气东西 可以是西式食物 可以是快餐 可以是垃圾食物 可以有不同的概念 如果老师是教通识 同学是学通识 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你要用一个准的概念 举例 假设你是在讨论全球化 全球化 那你用的概念 应该是西式食物 对不对 如果你在讨论个人健康 对不对 你就应该用什么 垃圾食物 这个概念 所以通识难在什么呢 就是用这些概念的时候 你要因应主题 因应例子 用最适合的概念 这个是难的 所以这里也有概念 为什么刚才这些 估计有这样的命运呢 要拆 只是保留到一分 还要将它们混习拼凑 就是由于这些概念 经济发展 发展主导 城市发展 于是否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拆 逆地 局部保留 抽离式保育 不是原地 在它原有的环境 原有的氛围 而是拿去第二个地方 来保育 于是否就会破坏什么呢 又是概念 破坏历史性 比如美利流 它在这个中环 就是反映了当时中环的布局 当时的军事 那个重要的价值 它已经违反了它的历史 还有不完整 对不对 西环高阶鬼屋 只是保留外场 拆了烟囱 不是完整地保育 还有不是真确的 美利流本来是什么 是这个军事的设施 对不对 现在不是真确了 变成了商场 如果真的 没有研究 或者没有了解 香港历史 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去到美利流 就是商场一个 去到那个所谓的赤柱 布公码头 原来布公码头是赤柱的 不知道原来是中环的 就是没有了那个真确性 就违反了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了 我们强调 要追寻 保留古迹的历史意义 保留它的历史的蜜落 保留文化遗产 环境氛围 追寻集体回忆 保留它的建筑特色 所以这里是一个对立的 这里要拆了 无所谓 这里尽量保留 就希望做到它的历史性 完整性 真确性 都能够保存 就是用一些概念 来展示 应该和不应该保育的观点 其实这个就是通识的学习 了解了这个议题之后的下一步 好了 那学生自己要做这件事 好了 当他由那个议题 由事实 去到概念 那怎样为之学到通识呢 就是反过来 就是我们孔子 中国的智圣先师所说的 举一反三 当你明白了这些概念 这些知识 你懂得举一反三 刚才你是学美利流的 你是研究这个高阶鬼屋的 当你见到一个新的古迹 你立刻联系到 咦 原来好似 那就为之由概念 去到事实 反过来 其实就是举一反三 举例了 刚才说到局部性保育 拆开的 五马分屍式保育 当你生活化 经过尖沙咀 见到中流的 如果你对香港历史 或者一定的年纪 那你就知道 以前是很漂亮的 以前在那里搭火车 这个尖沙咀的火车站 是不是 但是现在变了什么 文化中心太空馆了 为了城市的发展的需要 拆了 那就搬去红磡了 那正是保留什么呢 正是保留这个中流 是不是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局部式保育 类似高阶鬼屋 那你懂得 局部式保育 你从高阶鬼屋看到这个概念 接着当你第二天 在这个生活上 逛街见到 这个尖沙咀的中流 懂得把这个概念 形容下去 这个就是局部式保育 那就是通息了 你成功了 其实就是举一反三 那还未够的 中流最重要是什么 当然是中流 但是最初 中流是在中流里面的 如果你是沙田友 那应该知道 在这个八九十年代 就是沙田火车站 是有个水池的东西 那钟就放在那里面 所以约别的朋友 那个水池的钟那里面 就真的在那里面 所以最初呢 是分离式保育 我所说的五马分尸 那钟流就留在尖沙咀 那钟是四围搬的 很多地方去过的 逗留得最久呢 就是沙田火车站 后来四围搬的 后来这个火车八周年 最后终于回归 回到中流那里 但是由于放不上去 放在下面 有时候它会开 那你就会看到 都是很惨的 要四海为家 搬来搬去的 这个就是局部式 斩件式 还未够 知不知道 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欣赏到 这么漂亮的尖沙咀 火车站 知不知道在哪里 猜不猜到 就是这里 这里知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尖东 科学馆走下来 那个指证局八周年纪念公园 你看到是什么 是普通公园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 这里有个牌 去开尖东 就写它的历史 这几条古希腊式的柱 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尖沙咀火车站那里 拆下来 保育了 很努力的 当时政府觉得自己 就是保育了这几条柱 保育了这个钟楼 和钟 这些柱 这一辣 拆几条下来 大家有兴趣 就去追寻一下 这就是香港式 以前的保育了 这个就是我们通识学到 举一反三 明白了它背后的原理 理论 概念 去推演出来 原来很多古迹 都是这样处理的 然后再去到现在 现实的生活 比如这个沙中线 宋代古井 保不保留呢 有人就说 拆毁了它 搬去第二个地方 什么博物馆 有没有大家记得 听过这个说法 这个就是什么 抽离它的现场 抽离式 还有忽略它的历史性 和完整性 有人建议 其实可以在车站里面 涂空其中一层 整些玻璃围住它 可以就地保育 完整保育 最后走哪条路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刚才掌握了这些概念 就帮我们思考了 究竟是保持它的历史性 真确性 完整性 哪一样是最好呢 我们明白了这些理论 这些概念之后 就可以方便我们思考 是一些思考的工具 我称之为 所以这些概念 是相同和相近的 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 在不同的古迹 都适合用的 通识难度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每个古迹 都有少少分别 既有相同的地方 又有相异的地方 如果大家是家长 要教子女 学通识 最难就是这里 刚才开始说了 它随着的议题本身 有少少不同 例子不同 它背后涉及的概念 有些分别 举例 比如美利流 为什么要拆 它在中环 花园 那里 多贵 多重要的商业价值 土地资源 多珍贵 但是沙中线 它在土瓜环 所以如果学生 回答题目 说它有什么土地资源 商业价值 恐怕就不太准确了 对不对 那你只要用回 适应 古迹本身的一些概念 可能它是基础建设 还有如果保育 可能会拖慢工程 增加成本 带来社会的损失 要用社会的成本 不同的地方 就可能有些不同的概念 虽然是举一反三 但是我们同时都要 精确准确地去思考 原来有些东西是相同 有些地方是相移 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再推演下去 这里 譬如中国的古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这个新闻 凤凰古城门票 150元 政府抽税60元 记住在内地是很贵的 所以当地摆摊的民众就抗议了 这样还有人来参观 我们还有生意做 这个都是古迹保育 但是它涉及的就不是拆卸的问题 对不对 是收费的问题 好了 止禁城设会所 大家听过没有 年费只需收多少 警复工说要整会所 不过立刻叫停了 曝光之后 哇 记不记得多少 年费是要给500万 哇 就是超级富豪 才可以享受到这个待遇 那这些大家就会见到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美利流 西环高阶鬼屋 不同了 这个就是通色难的地方了 即是你既是可以有些概念 有些知识 可以一里通 八里名 贯穿下去 不同的古迹 但是有个别的古迹 不同的古迹 又有它的特殊性 那这些就是 那个难的地方 那这个 比如收好贵的门票 或者变成豪华的会所 类似商场 就像香港的另一个古迹 另一个古迹就类似了 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尖沙咀水警总部 现在变成什么呢 1881 高级的商场 是不是 高级的酒店 外面你都可以逛逛的 但是一般人可能都不敢入那个酒店 对不对 于是乎就会见到 就类似这些了 变成了商业化 而且还要豪华 高档的商场 高档到什么呢 去年我看过一个报纸报道 1881它既是商场 又是这个酒店 它推出一个推广 就在1881的商场里面 购物满一个数页 就可以免费住一晚酒店了 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的新闻 你猜一下 买满多少钱 可以住一晚 我便住不了 我不敢小看大家 我相信在座有人住得到的 不过我说的时候 大家坐稳 是购物满200万 就可以免费住一晚 是豪华酒店 200万 那些 内地那些 买个限量版的LV袋 都过了8万 再加多几只 那就可以了 他们真的住得到的 不过我住不了 不知道你住不住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类似了 豪华的商场 变成了跟我们一般的市民 跟那个古迹本身 是脱节的 抽离的 变成了其实 古迹保育里面 是涉及很多组的概念 而通识的学习 或者思考 困难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有些概念 可能每个古迹都用得到 但有些概念 可能适合某一个古迹 某一个类型的情况 有些就不适合 就是变成了 要很仔细去判别 很准确去分析 就是有这个难度的 其实 讲来讲去讲到这里 大家就知道 现在香港古迹的保育 那个困境是在哪里 就是过度的商业化 城市发展不重视这个古迹 去刷射 接着还要什么呢 斩检 还要流浪 哇 五码分析 这个就是过往的情况 现在 最近 譬如河东花园 保育不了 真的很可惜 这个就牵涉另一个问题 私人物业 政府要用几十亿 它开价几十亿 是不是用这么多公帑去保育呢 遇到私人物业 香港基本法写明 这个是尊重私有产权的嘛 那怎么处理呢 变成每一个古迹 都有它的特色 有它的困难在里面 那我们就是要 去逐个逐个去看 去做一些分析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很阔 有不同的理念 好了 然后 通识再走一步了 了解了 举一反三了 如果你有看通识的广告 教育的宣传广告 经常说什么 分娩多角度思考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真的从不同的人 正反两面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价值观 去做比较而已 举个例子 在一个校务会议上面 校长假设在黑板 写了这个符号 留意这个符号 好了 然后就问在座老师校务会议 问这个是什么呢 中文老师 句号 英文老师 food stop 数学老师 是一个零 化学老师 是化学符号的羊 Oxygen 好了 音乐老师 幼子符 体育老师 富赖圈 你可以一路坐下去 无穷无尽的 这个虚构的故事 就告诉我们 就是每个人 会因应他自己的背景 个人的特质 可能价值观 或者生活的历练 而对某一些东西 有一种的看法 而通识 其实就是发现这件事 比如保不保育古迹 沙中线应该保留 你问这个铁路公司的负责人 同一个问长春社 问古迹保育爱好 一定有不同的答案 因为大家理念不同 背景不同 关注的东西不同 大家的利益不同 所以通识就是什么呢 教学生去辨别 去分析 原来不同的人 会因应他的价值观 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立场 所以通识很多时候 是讨论一些事件 那些事件是事实 就好像半杯水是事实 但是不同理念 可以有不同诠释 有人就说 只剩半杯水而已 但有人就可以说 剩半杯水 可以完全不同的 180度 背后大家不同理念 对不对 可以正面地说 只剩半杯水的人 会觉得危机意识很重 这个人 忧茶忧迷 有些乐观一点 还有半杯水 大家理念不同 对同样的事实 就有不同诠释 对不对 有时候 事实 不是那么中间 甚至极端一点 都可以主观诠释 不是半杯水 大半杯水 都可以主观诠释 对不对 你可以说什么 喝了少许水 害怕没有 也可以反过来 喝了少许水 不用害怕 还有很多 反过来 只剩很少许水 也可以这样诠释 原来通识就是教什么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教这些 了解那些人 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价值观 于是判断 同样道理 沙中线和美利流 有些人 比如保育的人士 关心历史的学者 当然反对 有些商界 地产业 当然是赞成 你问铃路公司 他当然是说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沙中线 那些古迹 搬了他就可以了 大家其实就背后 价值观的差异 经济挂税 地产主导 发展至上 另一面 重视这个保育 重视这个可持续性 重视这个历史 文化 其实说到最尾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是些什么 这个就决定到我们 如何去看一个市民 而去到这一步 教学生去到这一步 就教他们 去到这一步 那你觉得 哪一面的人士 哪一种的价值观 你认同呢 就是给学生 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原来我们老师做的 或者我们 引导他们了解的 就是知道了这些 不同的持分者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看法 然后铺陈了 你了解了背景 你自己判断 就是这样 让他们自己去了解 不过大家看到这里 应该都猜到了 以这个题目为例 其实香港社会有倾向的 由刚才我们看的那些 尖沙咀 钟楼那些 我叫做悲剧 美利流那些 由一个钟摆 经济挂税 摆了去什么 摆了去 现在重视保育的了 已经摆了 是不是 说回那个钟楼 当时有没有保育运动 原来有的 有这个估计协会 没错了 签名 搞过的 但是我看回报纸 你猜当时 这么漂亮 这么重要的估计 收集到多少个签名 我看到的资料 就是一万多个 是非常少 看到当时 不是这么多人 去关注这件事 你看到 现在就不同了 如果现在 我想拆不了了 如果它摆到现在 社会是在转变着 其实通识就是教这些 让同学了解 而我们关心古迹 关心香港历史的 其实就是了解这些 看回过往香港 走过的 是你们左手面的一条路 现在我们希望 右手面 保育得好一些 对那些古迹 处理得理想一些 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是怎样呢 应该不同的估计 应该保留 还是活化呢 其实真的是一个价值衡量 看你怎么看 譬如现在活化 应该做商下 好像1881 做高级商场 还是做公共空间 大家有没有留意上个礼拜 就是刚刚这个阿氏 做这个新闻的专辑 就是说很多的 活化了那些古迹 譬如做了什么什么博物馆 什么什么馆 就是不能够自负盈亏 譬如美河流 最初说三年之内 就要自负盈亏 为什么你现在做不到 那怎么算呢 怎么养活古迹呢 因为你要留意 就算政府 肯买了古迹 或者肯不发展 把它拨出来 保留 但是你要知道保留的古迹 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就要活化了 把它批给不同的机构 去运用了 因为最好保留古迹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继续用它 当你继续用它 赋予它的作用 赋予它的生命 每天有人去行下 坐下 坐下 经过 是最好的保育方法 但是这样是需要 钱的 那变了 如果放在公共空间 就是政府 负不负担得到呢 还有未来 大家留意 当我们市民 越来越重视古迹保育 预计要保育的将会越来越多 那负不负担得到呢 但是如果你给1881呢 一定可以了 他买个LV袋 限量版那些 都几十万一八万的 肯定 一定值回票价 赚不回那些保育的费用了 就是一个选择 哪样东西呢 经济里面 都有选择 好了 经济至上 还是古迹无挂 譬如沙中线 现在阻止 是不是这个古迹无价呢 沙中线停了 迟一两年通车 没有所谓 但是你问回当地的居民 可能他未必这么看的 问铁路公司 未必这么看的 那么这些价值观 我们怎样取舍呢 而判断的时候 其实就是考虑一些准则 就是那个古迹本身 那个效益 那个古迹本身 保育 要付出的代价 还有那个古迹 是不是不可替代呢 拆了 不保育 是不是不可逆转呢 反过来 那个经济作用 是不是不可替代呢 譬如沙中线 可不可以转一转的路线 微一小时 那么两全其尾呢 是不是有其他替代方案呢 那帮我们去做一个 这个两蓝色的判断 正反比较 可以衡量着 刚才说的不同价值观的时候 其实 我们就要想出一些标准 用回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去做一些判断 那这个就是 今天所说的 最尾 就是这个通识的学习 又或者我们思考 一个古迹的保育的时候 最尾就问回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社会 或者我们自己 觉得什么是重要 我们为这件事 愿意付出几大的代价 还有作出几多的牺牲 那其实 最尾就是说到这里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那现在就会进入 提问的环节 在座各位 可以很欢迎你们 值这个机会 和王嘉伦老师 做一个现场的交流 或者分享 我相信无论是 古迹上面的问题 保育 或者是通识科的一些问题 王嘉伦老师 都很愿意 和大家去分享 或者交流 有兴趣的朋友 请你 稍后就举手示意 在场的工作人员 就会把咪 提供给你 方便我们 王嘉伦老师 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谢谢大家 王朗斯,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是相關的 第一個問題是,剛才你提到高階鬼屋 有引用到兩份報紙 第一,我想問是否方便說報章的名稱 如果不方便的話,可不可以說那兩份報紙 在新聞界的認受性是否高?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它是認受性不高的話 好像我們演講或寫一些關於通識的文章 又應不應該引用它? 可能它有負娛樂性,但根本是認受性不高的 是的 好 那兩份報紙,不方便說具體的名稱 都有一些認受性 還有要留意當時的報道 因為是一個大新聞 變成不是個別的報章報道 而是當時多少報章都有報道 這是第一 第二,沒錯,說得非常好 當我們運用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批判的眼光 究竟它的認受性、真實性去到多少 所以當時我引用的時候 其實看過另外的一些報章 都有相類似的報道 不過它寫得 繪形繪聲一些 寫得誇張一些 還有當我們引用的時候 正如我們學習通識一樣 不是當它是唯一的渠道 或者權威的說法 而是帶著一個有懷疑的眼光 或者有人這樣說 有這樣的街談行議 不是說很嚴重、鬧鬼 我自己本身是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看得出當時的情況 還有透過這些例子 其實鬧鬼的傳聞 為什麼這麼重要 要引述呢? 其實是可以從社會分析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大家有留意 這些鬧鬼的地方 很多都是一些古蹟 還有很多都是跟日軍侵華有關的 譬如殺人、獻兵部、行刑、私行酷刑 即是變成我們其中一個 研究這些社會現象 或者這些鬧鬼傳聞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用一個理性的角度 去做這個分析 即是反映了當時的市民的心理狀況 或者香港人的大眾的看法 就是對日本侵華的歷史印象很深刻 對日軍殘暴非常深刻的印象 雖然我引用了這些 有迷信成分的報導 但其實可以從一個理性 和客觀的角度 去分析已有這樣的事件 去分析當時民眾的心理 謝謝你 多謝這位朋友的提問 亦都多謝黃家倫老師的解答 再唱的各位朋友 可以再次提出問題 趁這個機會 就跟黃家倫老師 做一個現場即時的分享 或者交流 謝謝黃家倫老師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對於古蹟保育 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人有問題的 為什麼 這個… 我都有出書 說了半杯水 有時候我去書局 都會看見不見到自己的書 有時候會看不到 為什麼沒有我自己的書 半杯水 沒有書是事實 為什麼沒有書呢? 從正面的角度說 哎呀對不起 我的書不好賣 已經賣光了 所以找不到 從負面的角度說 哎呀對不起 我的書不好賣 現在已經上不到架 所以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傳釋 等於為什麼大家沒有問題 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傳釋 這個就留給大家了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想想 好 好 在後面 好 黃老師我想請問 你剛才說過判斷的標準 其實現在真的有越來越多的古蹟 或者是已經現存 那怎樣是不可替代 不可逆轉 以至我們覺得真的要保留 比如沙中線那個 他是宋朝的 以我個人覺得 哇,宋朝的東西很寶貴 那應該要保留 但是比如美河流 我也有去的 嗯 我知道其實他們真的要艱苦經濟 但是比如美河流 他的歷史上 其實年份是幾十年而已 但是那個歷史價值 可能就是在於 他是第一期的浩子區 那他是不是真的不可替代 還是怎樣呢 又或者是北九龍裁判師處 他現在做了一個藝術學院 這個也是 就是我們保育裡面 那個保育價的成本很高 那究竟除了用商場 其實已經有多一點的不同的模式出來了 那會不會外國有其他的模式 是值得香港參考的呢? 嗯 其實外國的模式 我觀察到 他們投放的資源 比香港多很多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會做這個公共的空間 特別是這個博物館 或者不同的展覽館 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 其實是有一個背景的 就是因為他們那些古蹟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們的歷史 是悠久很多 還有他們那些歷史的建築 好說不好聽 是雲偉 是不是? 還有那個歷史價值 跟香港只有八幾年歷史 不是說踩下香港 但是跟歐洲 千年的歷史比 是不是? 真的有一個差距的 所以變了來說 剛才說到那個不可替代 不可逆轉 相對來說 香港那些古蹟的用途 即可塑造的空間是少的 大家要留意 是不是? 就是說美學樓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是集體回憶 是很珍貴 但是你很說不聽 旅遊的價值 吸引遊客的價值 外國人來說 他未必個個這麼感興趣 但是巴黎羅浮宮 是不是? 這樣就不同了 有這樣的背景差異 第二個可以思考的 就是用香港接近 一些鄰近的澳門做比較 澳門那些古蹟 大家知道是保育得非常完整 以及保育得非常好的 對不對? 當然它那些古蹟 那個價值跟香港 我不嘗試比較 但我就帶出另一個特色 就是那個城市的發展 那個歷程 那澳門過往 為何保留得這麼好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相對所謂 發展比較慢 相對香港來說 沒有香港的地產商業發展 那麼豐盛 還有澳門你留意 它是某程度 是比香港近依賴這些旅遊業的 所以它那個文化保育 相對來說 對它來說 那個效益就會比較高 所以變成了香港的情況 是否不可替代 不可逆轉呢? 如果用通識的那裏 看你怎樣看 你覺得它的重要性 去到哪裏? 有些人可能真的住過 那個記憶 對嗎? 就是它會這樣去理解 但是對另外一些人來說 不是啊 我不是住過篩治區的 對嗎? 又或者我對香港歷史沒有興趣的 沙中線送代古正 對它來說 它不會覺得是不可替代 它覺得搬去博物館一樣 對它來說 對嗎? 它覺得不可逆轉的是 沙中線遲了 我遲了幾年不可逆轉 我遲了幾年有車搭 過海不方便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價值觀 就是現在我的社會就是這樣 不過我樂觀的 因為我們的社會 重視保育 古蹟的人是越來越多的 就是覺得 古蹟是不可替代 差了是不可逆轉的人 是多的 不過大家會看到 剛才介紹 我們寫下了很多欠誕 很多欠象 很多歷史留下的傷痕 這些就不是我們今時今日 那麼容易補救到 或者追悔回 我會自己這樣去理解 好